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有時候這個不長 有時候那個不生的 可是你知道嗎 全世界有很多的物種 因為整個的地球暖化 因為整個環境的變遷 它們都變種了 所以今天要來跟你談一談 這些特別的一個事情 也算增廣見聞 首先第一位我們邀請瑞德 您說你是爬蟲類 氣候變遷爬蟲類有什麼影響嗎 你看過電影庫斯拉沒有 庫斯拉就是因為 包括在比基尼島等地核子事報 然後氣候改變了以後 輻射的關係 它就變成這麼大的一隻恐龍 所以環境的改變 確實會造成物種的變遷改變 我要講的是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我們知道最多是什麼 袋鼠對不對 跳來跳去的袋鼠 要不然就很可愛的 抱著樹上的烏尾熊 可是最近澳大利亞的 相關的民眾 他們發現一種很奇怪的生物 叫什麼 這是什麼 不知道它叫什麼 為什麼不知道它叫什麼 因為它長得很像袋鼠 可是它走路的時候很像貓 它長得很像袋鼠 可是它走路的時候很像貓 那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它又有牙齒 它的牙齒看起來應該是蠻尖銳的 它是一個澳洲人不知道的一個物種 可過去不應該 不應該有這樣的東西 那它到底是什麼 而且看到的人不只一個兩個 很多人都看到 可是真的要去探險 要去抓它又抓不到 顯然它對人類 不知道是對人類的氣味 還是對人類的動作等等 它警覺性非常高 現在還在抓 可是後來相關的 等於說歷史學家跟古生物家 他們根據莫及者的研判 他們懷疑是一種 可能是已經滅絕的 在恐龍時代就滅絕的生物 因為氣候變遷 突然間突變又回來了 是什麼東西 叫做袋屍 你沒有聽錯 我們聽過屍袋 屍袋是裝屍體的 這個是袋鼠的屍子 你知道嗎 那袋屍是什麼東西 它也是在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是全世界 就是有袋子的 等於說相關的動物 然後袋鼠 它可以把小孩子放裡面對不對 那袋熊也是一樣 那袋屍呢 你看它的名字就知道 它是一隻獅子 但是它有袋子 可以放那個小獅子就對了 那這個動物事實上 在這個恐龍時代的時候 就滅絕了 那我怎麼知道它存在 很簡單 化石 因為不小心發現了一個化石 他們研判應該是一個 母袋屍 然後他肚子裡面 一個袋子裡面裝著小袋屍 他摔死了 也就是說他從上面要跳的時候 不知道什麼緣故 他摔下來摔死了以後 變成化石 所以化石流下來非常完整的 這裡有個袋子 裡面有一隻小獅子 那這個東西長得 它事實上大概只有一百多公斤重 比大概如果你要看的話 比現在的那個公獅要來的小 但是比跟母獅子的體型差不多大 不是 它已經是化石了 對 表示它已經是滅絕了 它已經滅絕了 它已經沒有澳大利亞 知道有這個東西 因為化石找到了 知道這個東西叫做袋屍 然後從它的牙齒 從它的長相 因為你知道 他們走路的時候 就有那種類似貓科動物的那種 捏手捏腳那種動作 所以他們研判 應該這些澳大利亞的民眾 看到的東西 很可能就是已經滅絕了袋屍 不知道為了什麼又回來了 他們現在當然又興奮又緊張 為什麼 它這個可能疑似袋屍的生物 已經攻擊了人類所續養的相關的動物 那它會不會攻擊人類 也有這個可能 所以現在是變成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好 那麼不知道它的數量是多少 也不知道 不知道 最主要是不知道它的經濟價值有什麼 我想講完 大概昆蟲老師就頭很大了 因為我們人類只要發現新的物種 第一個保護 第二個開發經濟價值 這知道最後我們會出事的 對不對 徐浩平告訴我們一樣 什麼叫像狗的蝙蝠 你知道蝙蝠呢 我們印象裡是怎麼樣 覺得就是 我不想看你 對 不太想看牠長相對不對 沒有 我不想看你 是因為你旁邊有蝙蝠 我問你怎麼今天都不理我 原來是因為我帶來了三隻蝙蝠 古代我們中國這個雕刻蝙蝠 是帶來福氣 朋友 它那個不是畫像 那是標本 來告訴大家 最恐怖的就是亞馬遜的牛頭犬蝙蝠 顧名思義什麼叫牛頭犬蝙蝠 就是蝙蝠的臉 它的頭根本就像一隻狗 我們來看一看 在這個特寫上 最上面這一個 它的頭特別把這個塑膠紙都衝破了 你看到它真的是有模有樣 有棱有角 對不對 牙齒 鼻子 眼睛一點都沒少 然後你再看看下面兩個 這就跟奇特了 叫做什麼 米老鼠耳符 還有索諾拉耳符 還有兔唇符 你光聽這個名字覺得 這好像太夢幻 這蝙蝠就是蝙蝠嘛 怎麼大大小小差很多以外 你可以看到 這個耳朵夠大了吧 簡直就像我們印象裡的 非常可愛的Micky Mouse 對不對 Mini 可是它的耳朵還真的好大 而且它們就靠聲納來辨識 這些蝙蝠最厲害的是 它們還可以在亞馬遜河上面捕魚 它們不只食肉吃血 它們還捕魚 所以這一點是比它 這個捕食昆蟲還要厲害 它好像快要掉下來了 真的耶 你要不要把它扶好 你要不要把它拿下來 我把它扶正 還是你幫我拿 我不要 我不要 OK 那坦白講 我們在亞馬遜河 這個河道裡面 我們在那邊行船 或者捕食人魚的時候 尤其到傍晚的時候 它們是整群像黑龍一樣飛出來 就在我們身邊 串來串去 其實有時候靠我們 我覺得只有幾公分 很近 可是都不會撞到你 因為它們是靠一種 聲納的一種探測 所以也就是像現在已經發展出 比如說無人機 無人車 它完全就好像 用雷達聲納電腦來操控 你不要人駕駛的飛機或汽車 現在已經都可以上路上天了 它們早就已經在生物的機制裡面 很奇妙的就安插了這樣的裝置 而且更奇妙的是 它的結構如果仔細看 它的手是不是很長 其實它完完全全 不是翅膀嗎 翅膀也就是等於它的手 最特別的你仔細看它手的結構 完全跟已經消失的一種恐龍 一手龍是完全同樣的結構 記得翅手龍也是有個大大的頭 然後手很長 因為它變成一個很大的翅膀 然後翅膀特別在它 我們這個走關節這個地方 它非常的長 趾關節也很長 長到整個變成像蝴蝶一樣 薄薄的翅膀 減輕重量對不對 而且可以增加浮力跟揮動 它的行動力 可是最奇特的是 它的手其實是可以彎折以後 它是可以這樣走路的 那這就是跟翅手龍一樣的概念 只是縮小版的翅手龍 可是它的骨骼的結構完全一樣 但我們就很納悶 光是這樣的蝙蝠 最近又不斷出現好多這樣新的物種 以前應該就存在 只是為什麼我們都一直沒有發現 會不會有一種可能是 地球已經被完全要開發完畢了 所以他們棲息的地方 以前是根本就是人言罕製 不會去的對不對 對 所以現在因為過度開發 還有一些冰層的溶解 就讓很多這些以前已經存在 但是我們不知道的生物 不斷地從森林間 甚至從海底不斷地跑出來 不過我老師今天會帶來的 也不是 也很可愛 也很可愛 美人姐等一下可能會對他改觀 就是真的很可愛這樣 要 我來介紹一下 好我今天帶來的是我飼養的紅毛蜘蛛 等一下我先問一下 蜘蛛人我也要看他嗎 有這題嗎 OK 好像有時候如果美人姐要的話 可以在手上 就是去感受一下 在手上 在我的手上 我這個真的非常非常 我都帶去小朋友都會直接 我會送他一路好走 我來介紹一下 你可能可以就是 看有沒有可能對他改觀 好那 我的拉牙 這些大家的印象 可能一開始 因為很多在恐怖片裡面會看到 但是 你知道為了錄這一集 我午飯不敢吃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他的動作 因為我選的是石鳥豬裡面 因為我要養 我要帶去跟小朋友相處 所以他是非常溫和的 其實我們小時候那個拉牙 爬過去嘴巴會腫起來 不一樣不一樣 這個是國外的 對這隻是 我的天啊 這應該亞馬遜合的嗎 對對對 他南美洲 這隻是智麗紅玫瑰 好可愛 他哪有紅 很紅很紅 他要不要我 就是讓你看一看 他是粉紅色的 就是 對他其實動作非常的緩慢 然後 你又加錢老闆 好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動作其實是真的很緩慢 各位小孩要好好教 沒事養著幹嘛 我來摸一下好不好 我們都不要摸他 我們讓他摸我們 對 然後這樣子就覺得 他在這裡有絲 有絲耶 很像棉花糖的感覺 為什麼會有絲 你知道嗎 他們用這個絲來做網子 可以捕魚的 我絲我可以摸一下 就很像棉花糖 而且這個絲現在也可以 他絲從哪邊來的啊 從後面 對 你看他兩個在動的時候 大家都會有絲 而且這個絲很好 對 而且這個絲非常好 他還可以做防彈衣 他吐絲不是應該要從嘴巴吐嗎 沒有 所以吐絲是殘寶寶 那蜘蛛是從屁股 出來了 其實很美耶 好美耶 有點像龍鬚糖的那種 等一下 這個絲有一點韌性 他們真的現在用這個來做防彈衣 而且像在很多地方 用這個網起來來補鮪魚 不過石鳥豬的這些絲 是鋪在他家門口 就是做的像警報器那樣 他不會結網 我甩不掉耶 對啊 他們的年輕 其實蜘蛛會分泌各種絲 他一直在生這個絲 美人姐對絲很有興趣 對 好 那我先讓牠進去 可是你可以看到牠真的非常快 我可以了 可以了 好 那可是 老師妳帶這隻來是要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我先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這些蜘蛛沒這麼可怕 但是我們要講的奇特生物是 牠的近親 號稱世界上最大的亞馬遜蝕鳥豬 其實現在目前有發現新的一種 比牠大一點點 蝕鳥就是牠會吃鳥 對 其實這一類都叫蝕鳥豬 牠們完全可以 就是牠的體型可以吃老鼠 吃剛出生的肚子 這一隻可以吃老鼠 小隻的老鼠 那像吃鳥 但牠們不會飛 沒有飛天蜘蛛 對 但是牠們會躲在 譬如說森林一些落葉下面 那鳥下去可能蜜食 跳跳跳過去的時候 牠們是用偷襲的方式 然後牠們有毒牙 那所以注射毒液之後 那隻鳥就死掉之後 牠們就是把獵物消化成肉糖 就是蜘蛛都是這樣吃東西 那這一隻很大 就是大家可能 因為這隻我有朋友有養 那我這隻超乖 我幫牠取名叫乖毛 因為牠真的很乖 那像這種 其實大部分的蝕鳥豬 是不能拿在手上 因為牠就沒有要給你拿在手上 你拿牠是會緊張 就是有一個是可能用咬 牠會攻擊 對 那牠們的毒液 算普通牆而已 就可能沒有像黑寡婦啊 或什麼我們熟知的那種 要到醫院這樣 就可能只是會很痛 對 那但是牠另一個很厲害的武器 是牠們會踢毛 因為毛蜘蛛譬如說野外 可能有一些晚熊啊 或什麼動物要吃牠的時候 牠們遇到這個危險的時候 牠們會就是後腳去戳牠屁股 然後就噴一堆毛出來 那那些毛呢都其實有 上面有很多稻刺 所以譬如說如果晚熊有什麼 碰到臉啊 牠們整個會 就是很像旁邊哭哭的感覺 就是一直噴鼻涕噴眼淚 對 那像這一隻這麼大的 牠真的幾乎跟一隻小狗差不多大 那牠們的有被保育嗎 牠們在產地其實 牠們有算是不可以捕捉 對 但是因為很多原住民 牠們住的地方 牠們就是跟這些生活在一起 那牠們就會直接把它 就是當大閘蟹啊 或是就是烤來吃 牠可以吃喔 聽說吃起來就是很像螃蟹這麼好吃 然後牠們吃完之後 還會用牠們的毒牙就是踢牙這樣子 對 所以這算是 但現在就有開始有人飼養 對 因為真的很酷 飼養是自己繁殖的 像我朋友養那隻 因為牠脾氣很不好 跟我這隻差很多 他說牠是連甚至走路 只是經過牠的飼養箱 牠就可能緊張或生氣就踢毛了 然後那個毛可能會噴出來 所以牠有時候只是經過一兩次 然後牠可能皮膚就會腫起來 很痛很癢 對 因為牠們比較容易受到驚擾 那我不懂為什麼天鵝龍也可以 也可以叫 天鵝龍不是一種布料嗎 對 聽起來很好聽的名字 對 人不可貌相 昆蟲天鵝龍蟲 這種蟲你知道 牠看起來貌似中厚的一種蟲 但是牠其實有一種綽號叫什麼 叫恐怖殺手 昆蟲界的恐怖殺手 那你可以想見牠多厲害 這種 我們其實有影片可以拍到這一隻 這一隻天鵝龍蟲 你可以看 牠其實像無殼的那種蝸牛 殼拿掉 那種蝸牛 但牠比蝸牛跟蝸牛不太一樣 牠是屬於鋼族類的 牠看什麼 那這種昆蟲你知道 牠大概其實才有一公分半左右大小而已 看起來很溫和對不對 但是牠為什麼叫恐怖殺手 牠如果牠的獵物 進入牠的一個射程範圍 大概在90公分以內 90公分以內 牠才一公分多 牠看到這種牠的獵物過來的時候 牠會把頭仰起來 像那個蝸牛 那個頭叫仰起來 觸角就頂天 抬起來以後 牠那個嘴巴這邊 會伸出兩隻那個像水管 所以牠們叫雙腔俠 那這個水管 牠會噴出一種連液 這種水管你可以想像 牠如果噴的是直的 噴直線的 那你還可以閃 直線的過來 牠不是 牠噴的時候是咻咻咻 那個 你看 左右搖擺的那種 對 那次就被困住了 對 覆蓋範圍很廣 這個連液如果噴到獵物的話 這個連液很特別 牠很連像三秒膠 而且三秒膠接觸到空氣的時候 很容易硬化 很容易 所以牠的獵物被這種膠水噴到的話 完了 逃不掉 像三秒膠把你連住一樣 然後牠馬上硬化 硬化以後 這隻昆蟲 我說牠貌似中厚 牠會慢慢爬過來 爬過來以後 牠下額這邊 會有一隻像磚子一樣 容易像吸管 像電鑽一樣 牠就開始鑽入牠獵物的身體 鑽進去以後 牠才一公分多大 對 一公分多而已 牠還有一根電鑽 對 有一隻小小的電鑽 像吸管 很小的吸管 釘進去以後 牠就分泌一種酵素 好像分解酵素那一種 把牠獵物的整個身體 整個分解 分解之後 牠就用那隻管子再慢慢吸 吸到後來 屍骨無存 所以牠們說 你看起來像蝸牛很溫和 名字又好聽 天鵝龍蟲 不是有一個天鵝龍之吻的戲劇嗎 但這種昆蟲你噴不得 就是公分以內殺無射的昆蟲 OK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神秘的 對不對 但對人沒關係吧 沒關係 牠這個昆蟲其實演化到現在 將近四五億年 四五億年 牠在 等一下 我剛剛手上有那個絲 我又摸臉 會不會怎麼樣 不會不會 我常常摸沒事沒事 蛋白質 我今天就是一個 在一個緊張的狀態底下 主持這一集 所以你不收看 讓我收視率高一點 白活了 白單這些星了 OK 所以回來講 就是說已經四五億年了 還是繼續存活 對不對 那問一下 太空可以活 可以活 這個 剛剛聽了這麼多 神奇的生物之後 現在真的要來介紹一個 世界最神奇的生物了 這個我們在這個 屏幕上可以看到 你這個最神奇 那待會瑞德講什麼 這個最神奇是 美國認證 為什麼 因為這個名字 取得很好 叫蟲蟲 太空園 這麼多蟲 只有它上到太空 為什麼 美國太空洞 就把它送上去 其實有它的原因 因為這個蟲 不僅可以耐低溫 耐到一百多度 可以看到一百五十一度 絕對低溫 它不會死 高溫 低溫到兩百七十二度 高溫到一百五十多度 它不會死 它還可以活 這怎麼活 科學家把它放在那個 培養面裡面 抽真空 高壓 它沒有事 它就給它縮水 整個縮水縮水 縮到整個身體 只剩百分之三 然後呢 然後 只要你再把水放進去 你在顯微鏡底下 你可以看到 天啊 它又活過來了 那美國太空宗主 為什麼把它送上太空 第一個 因為呢 這是全球唯一到現在 可以找到 它不僅可以在高山上 也就我們在喜馬拉雅山上 可以找到它 我們在最深的馬里亞拉海溝 可以找到它 那它自己本身 自己條件這麼好 高溫 低溼 任何的環境 它都生存 沙窩裡面也可以找到它 所以美國太空宗主主 這個東西以後 我們人類要去太空 所以找它來做什麼呢 在太空要種植物的時候 要需要它 它就不行了 輻射當然沒問題啊 科學家 測出它的劑量是 5700個格類 也就是說 你放5700台的那種 X光機照射它 它沒事 這對任何人來講 不可思議嘛 對 那終於有人找到答案了 在去年 因為這個美國太空宗主 是在2012年 用糞淨號 把這個 我們講的水溶蟲 給它送上太空 但是到去年 2016年 日本的東京大學 的研究團隊 終於得到證實了 讓它健康好了 DNA太強了 它DNA可以主動排除 對它有害的東西 那種壞的 簡直是我們在弄 所以它沒有敵人嗎 幾乎沒有敵人 對它來講 它只要碰到 有任何問題的時候 它隱身 甚至碰到那個DNA 它覺得不妥的 它可以自動修復 我不能捏死它嗎 捏死那當然了 你把它捏死 你要在自然環境底下 它能夠是適應 那你要可以把它殺死 那我們還是講 佛祖講這個 讓它活過來 就給它放點水 它又活過來了 所以其實現在的科學家 為什麼要想盡辦法研究它 因為它有細胞修復功能 這個日本的東京大學研究團隊 把它的蛋白質抽取出來 放在我們人的腎臟上面 發現它可以抵抗X光 是得到證實的 所以在去年 已經在國際的期刊上面去做發表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生物 它其實很小 一毫米 一毫米是一般人沒有概念 就大概跟我們指甲一樣 指甲去剪出來那一點點 十分之一公分 所以它的修復能力很好 非常好 也就是說在不久的未來 我們就會有水熊蟲修復面膜出現嗎 有機會 可能 不然我們還關心什麼 休息一下帶回來 是 其實生態講究的是平衡 可是因為人類的過度發展 破壞了這個平衡 這最後一定會成為一個浩劫 吞食的人類 不幸的話 你看海裡可以長出這樣的東西 徐浩平 你現在看到這個魚 你會覺得 這個魚是不是長得非常的夢幻 因為它簡直就像是一個裝甲車 不會啊 因為它全身都是像鐵甲武士裝甲一樣 你都是實用嘛 可以做面膜啦 可以當一個美色的佳肴啦 但是這個魚最奇特的是 以前都沒有人被發現 沒有被發現過 那麼後來是因為南亞大海嘯 很多海底的這些生物 很奇怪 海底深海的慢慢被翻攪上來 然後更奇特的是 很多我們遠洋的漁民 在捕魚的時候發現 另外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阿凡達的導演卡麥隆 是不是開始去潛什麼 馬里亞奈海溝 現在我們有深海的偵測器 然後我們對岸的 他們的角龍號 是不是也開始做很多的深海探測 你看到沒有 現在就是這種魚在海底走路 你有沒有發現 它走路的時候怎麼走 我們再自己看 就是你手上這隻啊 一模一樣的這一隻啊 它原來它走路的時候是 它有個吸盤出來對不對 它其實倒不是靠吸盤 它的腳像蝦子一樣 很長細細的腳 它是兩旁的這個旗 左右的旗 張開之後 張開像是鳥的翅膀一樣 其實在維持平衡 因為它的腳會比較高 像龍蝦一樣 你就想像看 底下的細細的腳 你看到沒有 它旁邊張開兩個圓圓的 好像飛機又像鳥的翅膀 所以它被稱為 叫做裝甲版的海底 枝羹鳥 這是老外把它取的名字 然後你現在看到 它並不是像筆木魚一樣 鏟在海底 因為它前面像是一個 推土機一樣 可是才發現原來 現在有這個高科技的攝影 到海底才發現 原來它是這樣走路 它是這樣在進行覓食和生活 那麼而且是在這麼深的海底 甚至全身黏乎乎的眼睛突出 然後全身都好像戴著一個盔甲一樣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一支 說實在 當時在台灣屏東東港 通往小琉球搭船的那個碼頭 裡面的一家店 掛了二三十年 那個老闆說 我掛這邊二三十年 罰人問金 沒有人來問過這個東西 我一去我第一個 我說這可不可以賣 他說當然可以 我說多少錢 三百五 我說買了 他說掛了二三十年 沒有一個人來問他 你一秒鐘就決定 我說這個太特別了 直到這個影片出來 那已經距離我買這個標本 有二十年了 你看看 它已經在那邊 等於總共加起來快五十年 可是可能是我們的 遠洋漁船出海的時候 在撈捕的時候捕到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然後把它做成標本 就掛在那邊 一掛就掛了這麼久 然後也是到了最近 我看到了這些影片 我才驚訝的發現 原來這就是老外口中 所謂的裝甲版的海底枝根鳥 所以你看到 原來它旁邊的旗 現在是乾掉 如果這樣拉開的話 它就會變成像翅膀一樣 那麼這些奇特的生物 那麼跟我們想像 一般的魚類 它的行徑 觅食的方法完全不同 那也讓我們開始了解到 其實我們地球 特別是海底 我們把它稱為叫內太空 還有好多人不瞭解的東西 世界的最毒的生物 都來自海裡嗎 請問一下吳老師 對 很多像我們很知道 其實水裡面毒性很強的 就是水母 我們台灣因為 其實現在就是真的 氣候的變化 所以像現在我們夏天 像我很喜歡衝浪 那遇到水母的機率 會越來越高 那尤其是 水母其實很喜歡 就是當浪小的時候 然後水溫高 所以那時候去衝浪 真的要小心 就是你可能就穿Lagging 長褲長袖 像我之前被水母就是 碰到那個 哇 因為他們那個觸手啊 就是他們上面 有很多的那個 讀針囊 還是有 他們說是電到 因為那個太痛 通道真的很像是 電在一直電你這樣 我被就是整個觸手 黏住我的疤痕大概 快要五年才好 就是那個有燒焦的痕跡 對 但那是很 算很不毒的水母 那我們現在世界上 大家之前比較有名的是 你要送醫院嗎 我還不至於 因為我就是很痛而已 但是後來我腫的 很像被異形入侵那樣 那時候我去看皮膚科 對 那可是那都算是輕微的 對 那我們之前 比較被熟知的是 中型水母 就是在澳洲 大家都很知道 那個是碰到真的就是會致死的 對 但是現在有一個更神秘的 因為這一隻水母 因為中型水母可以到很大 那澳洲他們就是在很多人的 就是可能海水遺場 他們就用網子這樣 防止它進來 可是現在新發現這種 它是差不多人類的指甲的大小 所以它可以穿過那個防護網 對 那因為它又不多 然後一開始沒人知道 所以有遊客直接碰到之後就死掉 然後他們找不出 碰到就死啊 對 在之前的紀錄片出來之前 幾乎碰到的 不管碰哪裡 碰到就是它 這種水母叫做伊魯康吉 就是一個他們原住民 就是原住民取的名字 那它會引發伊魯康吉症候群 就是聽說 因為我看到那個 研究的那個研究員 他自己碰到了 然後他說 他就是在醫院痛苦了一個禮拜 他就是沒有任何解藥 然後你就只能等他過 你不會過就死 所以就是非常痛苦的 引發全身的 他那時候就說 他全身都很像被卡車碾過 一樣的痛 然後一直 就他自己紀錄下這樣的過程 所以搞不好有人去海邊 然後因為沒有 就看不出傷口對不對 對 然後回來就變成這樣的症狀 對 一開始就是這樣 就覺得神秘生物 那他很難研究是因為他 可是我們會 在台灣如果查不出原因就是 到海邊刷到 你又是七月去 這不是剛好嗎 對 就刷到的感覺 其實搞不好就是這種東西 對 還有很難研究 因為他就是 很小 癢在小箱子裡 如果撞到他碎掉就死掉了 所以他們還特別為了研究這個 去製造一個會循環的水流 讓他可以一直不要去撞到那個邊緣 然後去 可是他數量也少 脆弱又那麼毒喔 對啊 他們就是觸手的部分 就是會有很多刺囊細胞 天啊 所以聽說有一個島主 就是被這個刺死對不對 對啊 就因為這樣致死了 其實到現在後面才慢慢有碰到 然後沒有死的案例 前面之前說他幾乎致死率是百分之 而且是不管碰哪裡 都會到這樣 那台灣的沿海沒有這個吧 目前沒有 對 但是因為現在我們就是 當然目前是沒有啦 就是我們台灣沒有到毒成這樣的 對 所以就是台灣 台灣的大概就是 可是台灣的真的也可以到 真的對皮膚是重傷害的 請問社長 是今天有最醜的魚嗎 你不要看我 先考你一下 魚跟人一樣愛漂亮 你相信嗎 魚 跟人一樣愛漂亮 那就是美人魚 我就很好奇 魚怎麼照鏡子 我跟你講 魚不太愛漂亮 牠們會去整形 整形失敗跟人一樣 很可怕 世界第一名最醜的魚 整形失敗 這隻一隻叫水滴魚 真的好醜喔 你可以看 像不像整形失敗 那個鼻子很大有沒有 垂下來 嘴巴你看那麼大 嘴唇外翻 他就是打了矽膠 後來就失敗 亂流了 身材像面糰一樣 但老實講 牠是自然醜 自然醜 全世界網路票選 第一名最醜的魚 就是這種魚 叫水滴魚 OK 牠生長在澳洲 牠其實不容易捕撈到 牠生長在澳洲 大概水底800公尺以下的一個深海 這種水滴魚 牠因為全身都會膠質 膠質 所以其實一碰 牠很容易就死掉 就碎掉了 對 但牠因為太醜 太醜 所以撈起來 大家以為牠是整形失敗 是變形的異形 其實不是 牠生下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覺得太醜 就把牠放回去嗎 可能 這種人大概不會有人 要當寵物 除了烏龍師以外 所以這種水滴魚 在澳洲跟塔斯馬尼亞這邊 其實深海裡面還蠻多的 但大概有一尺長左右 30公分左右的大小 所以前世紀說 怎麼會有魚這麼醜 但相對這種魚這麼醜 其實也有一種魚很可愛 很吸金的 就是旁邊這個 叫童眼魚 童眼魚 你看牠那個身體 像桶子一樣有沒有 可是牠很奇怪 牠在前半部那個腦圈 透明的 對 透明的 像那個飛機 以前戰鬥機 不是有那個蒼蓋嗎 那個透明的蒼蓋 蓋在那邊 是透明的 牠很奇怪 一般你會看 嘴巴上面 不是有兩顆眼圓的嗎 大家以為眼睛就在那邊 其實不是 那個是鼻子 鼻孔 牠眼睛在頭上面 你看透明 牠裡面全部都看得很清楚 牠裡面器官看得很清楚 綠色那個葉子有沒有 那個就是眼睛 這兩個是眼睛 對 這個才是眼睛 對 滿大的 所以這兩個是鼻孔 對 所以大家以為那個是眼睛 一看以為是眼睛 其實不是 那這種也很可愛 因為牠透明了 而且牠眼睛可以旋轉 可以旋轉 在這個腦子裡面可以旋轉 牠裡面都是透明的水 所以牠很厲害 牠其實用這個眼睛捕裂 可以非常非常精準 牠可以上方左右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牠通常會在水裡面 靜止不動 眼睛開始像雷達一樣掃描 掃描 掃描到了以後 一撲撲上去就咬了 天啊 牠腦子進水了 還這麼聰明 對啊 那說我 太神了 我也是 所以這一隻魚 童遠魚牠在全世界票選裡面 剛才水滴魚是票選最醜的 整形失敗的 有人說水滴魚看起來讓你看得悶悶不樂 很憂傷 牠其實有一個外號叫憂傷魚 牠眉三百萬 你找一個臉出來 但是這個童遠魚不一樣 童遠魚看得很療癒 很療癒 所以如果真的要養 找這種童遠魚來養 牠們說這是異形 但異形得非常可愛 是是是 OK 好 我覺得不要吧 還是讓牠在牠原來的地方 好好的活著 對不對 咱們看看圖片就可以了 那因為你要養 就養厲害一點的 什麼南極巨蟲這種東西拿來養 可以嗎 這種童 我們看到可能就會很驚嚇了 因為牠 有另外一種說法是 牠是這種海上的 海中的青道夫了 牠體長就達三公尺 三公尺就一層樓了 那牠到底為什麼會存在 科學家在這幾年 我們也要感謝科技的進步 因為這是一個 英國的攝影團隊 牠用這個攝影機到 南極的海裡去拍攝到 現在我們影片上所看到的 請問哪一隻是牠 像蚯蚓的 這個是海鑫 我們現在看到這是海鑫 對 那海鑫這個五爪 大家看得很清楚 但是你等一下可以看到牠 影片中會出現 長條形 牠長達三米 這個我們應該講 說南極巨蟲 因為現在沒有給牠名稱 牠活了多久 美人姐應該可以猜一下 我們人類的歷史 幾個億嗎 人類歷史 只有二十萬年 智人到現在 那牠是從侏羅紀到現在 都活著 那從侏羅紀到現在的話 就將近兩億年 一億九千九百多萬年 所以其實牠不是什麼變種 牠是一直都在 只是以前的科技 我們的攝影機 沒有辦法拍到 現在可以拍得到 對 現在拍得到 那牠會不斷地 大量去攻擊海中的這些 牠是食府的動物 那其實我們現在如果 一般人沒有辦法想像 就想像你看得到的 天裡面的蚯蚓吧 是 放大版 但是牠是很大 巨大 那牠會吃什麼 牠食府啊 所以影片中看到的 其實英國攝影團隊拍到的是 牠在吃海報 因為牠的那個口腔 牠其實是一個長條狀 死掉的海報 對 死掉海報 沉到海底了 所以牠大量地去 牠口中會去分泌物 那這分泌物一般來講 材質是有獨一的 然後呢 因為牠是一個 從口腔到牠排泄的 鋼本牠是一個條狀型的 那牠是用感知的 把這個牠口中的毒液 注射到那個 現在影片上看到的部分 那牠注射完之後呢 牠會去吸食 那海星也可以共同去 有點類似共生的概念 是是是 所以科學家很有興趣 這東西活了將近兩億年 所以這個是現在世界上 很少看到 又人類想要去那些起源 人怎麼來的 那牠為什麼能活這麼久 那現在為什麼會找到牠 氣候暖化 所以有時候其實是 各行各業有牠一個專業 甚至有為了生態平衡 所做的一些不得已的一個必要的措施 只是我們不了解 我曾經去那個科西家島 就剛好遇到一隻金魚擱淺 然後我就看著牠擱淺 然後因為想要把牠拖出去 可是拖不出去 牠雷達壞掉 所以牠怎麼會 一次會跑回來 對沒有 可是因為已經受 已經受傷了 所以來不及拖出去 所以就只能放在牠那邊 我說牠就這樣不處理 牠說會處理必須得等 我告訴你 牠本來是黑黑的被擱淺 然後果然第三天牠就翻過來了 就是 就是冰島 這樣子 然後我說那現在怎麼辦呢 他說下午就會拖出去炸掉 我說蛤 還把牠炸掉啊 他說對 為什麼 因為金魚一旦腐敗之後呢 牠會產生有毒的這個氣體跟物質 會污染整個這個海域 所以必須把牠拖到外海 然後炸掉 炸掉把它炸碎了之後呢 那個海鳥就可以來吃 那這樣子處理是 對整個海岸呢 是最好的一個保護 也讓牠一路好好走這樣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 喔 原來得等 台灣的電話早就打爆了對不對 還不趕快來處理這樣子 我們過去曾經有這個金魚 死掉的金魚 要把它做標本 用大的那個拖掉車拖掉 結果拖掉的一半的時候呢 因為牠那個氣體爆炸 整條街全部都是那個味道 溫腐肉 就是有時候這次要有一點知識 對不對 專業要尊重 休息一下帶回來 我剛才問瑞德說 男人的天敵不是女人嗎 他說不 經過千百年來演變 男人已經不把女人當天敵了 但是呢 惡人只有惡人魔 所以呢 男人出現新的天敵 是啥呢 男人事實上 不管你練什麼 金中招鐵鋪山對不對 那是武俠小說裡面才有 我們都有一個要害 為什麼呢 如果你走路不小心 碰到桌腳或是椅子 你的下音你知道嗎 撞到那種痛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像是被飛機撞到這樣子 你知道嗎 非常非常的痛 你得讓水母咬一下比較看看 可能還是這個比較痛 這個是 這個是你完全都站不起來 那種痛是被電到的痛 這種痛是你完全站不起來 那種虛弱衰弱的那種痛 這種魚叫做巨腹子裡 巨腹子裡 聽名字好像學名太學術化了 很簡單 用這個講 它就是食人魚的親戚 它食人魚的親戚對不對 然後可是問題是 你可以注意看它的這個牙齒 食人魚我們看起來不是尖尖的嗎 它的牙齒很像人類的牙齒 它是平的 那這種魚本來是在巴西的 等於說亞馬遜流域裡面 那它本來是食草的 就是植物性的 它植物都是植物 那沒有是 不知道是誰把它引進到巴布亞 牛井內亞 想要吃它的肉等等 引進了以後 因為它的食物不夠 也就是它的植物性的這個食物不夠 大自然生命會自己找到出入 它就改成食肉性 它本來是吃素 它本來是素的 變吃肉了 沒有錯 然後吃肉了以後更糟糕的是 可能是因為它的食量太大 所以後來不符合經濟作物 就把它也放了 到處放生 你放生的結果糟了 巴布亞牛井內亞的這個 原住民的男性 開始遭遇到他們 人世間最痛苦的一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原住民你知道 每次就會跳到湖裡面 跳到河裡面幹嘛 洗澡啊 游泳洗澡嘛 對不對 蹦進去 不是我跟各位說 巨腹 你想像 你看它的牙齒 它如果是尖的就算了 你會覺得那死人魚尖的 不是很可怕嗎 尖的是尖咬對不對 可問題是 它是巨腹 巨子你知道嗎 它的牙齒是平的 所以它會拉扯 它會不太拉扯 而且因為這個 這樣的牙齒特別有咬力對不對 還會切磨 還會切磨 你把它想像 它不斷地切磨 它咬哪裡 男人的下體 陰囊的睪丸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他們沒有穿游泳褲嗎 當地的原住民 你怎麼會跟你穿泳泳褲 我在洗澡 你會穿著衣服 去洗 這樣內褲去洗澡吧 對不對 所以你一下去以後 而且最可怕的是 演變到後來 連尿尿 因為他們也是在河邊尿尿 連尿尿的時候 它竟然會衝上來 你知道嗎 從那個水平面這樣 跳上來 你的意思是說 四肢都不咬嗎 它就專咬那個 有 科學家認為 它可能是視力不太好 當然把它當作是 還在食草時候的那種 果實啊 看起來有點像 你知道嗎 就塑上了果實 雖然看錯了 就這樣咬 那它專程咬那個地方 還是它試著跳軟的吃 這個我就不知道 要不然有可能就是 一傳十十傳百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 帶它回答你 歡迎扣印進來這樣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群同去世 而且可怕的是什麼 我剛剛不是說 男人下體驗 咬得很痛的嗎 它又像切割一樣的 這樣子來回的這樣子咬起來 不放的 你不會說我抓你打你對不對 它不放 不放了以後 一定要把你扯掉 那個有多痛 你自己想像 你想像就知道了 咱只能想像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切蛋 那這個原住民被 一旦被咬到之後 就一定要死了 其實不會啦 要不然太監怎麼活 對不對 太監也是去世 但是如果你時間拖太久的話 你血流過多的話就會死掉 那通常會大驚小怪的叫的話 他通常不會一個人去洗澡 游泳等等 但旁邊的人也不敢用拉扯的 你知道嗎 所以只能拉捏 幹什麼這樣子 但因為發生過太多次了以後 就給他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切蛋魚 所以很多男人到西邊河邊的時候 我剛剛說 不是你在游泳 在水裡面才會這樣 他到後來 他會跳上來咬你 你知道嗎 你想想看你在尿尿的時候 突然跳上來 過去也有蛇跳上來咬的 但是跳上來咬的魚 我想只有他了 那南極暖化之後 有些什麼特別的 以前看不到的都出現了嗎 南極你的印象是什麼 是不是冰天雪地 可是你知道 現在南極有些海邊 已經沒有雪了 你會很覺得 南極不下雪 你還好吧 對 很奇怪 它還是有積雪在山上 可是海灘我已經摸到 那個黑色的沙 我已經摸到沙 然後我就在這個 這個海邊 正在那邊徒步走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個地上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畫面裡面 很奇怪的就是 地上怎麼好像有很多 透明白色的果凍 透明的 可是在那邊 就盡量用我們的眼睛去看 我就發現這海邊 怎麼會有這麼多 透明的東西 然後我把它拿在手上 我本來以為是一個 什麼果凍還是水母 就發現它還在動 原來它是有心跳 原來裡面那個紅紅的 像是它的心臟一樣 它是魚來著的 它有好多種形狀 後來才查了以後 這叫南極的海鞘 就是我們寶劍的劍鞘 出鞘的那個鞘 那這一種動物 很奇特的就是 你以為它根本就是一個果凍 而且是純白透明的果凍 裡面放了一顆小的果汁 還是小櫻桃 可是後來發現 它全身還在蠕動 就像心跳這樣 砰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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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當我拿在手上 嚇一跳 天啊 不只現在南極 有些地方看不到雪 怎麼這些生物都跑出來 不是 為什麼 它在陸地上這樣能活 就很納悶 因為這個生物 它是要在海裡面 要吃那種蝴蝴生物 對不對 其實它平常 根本不太動 因為它要減少它的 浪費它的能量 它還把它蓄積來做繁殖 所以我問一下 你後面那個地上那些 真的是死掉的呀 全部活的 全部活的 第一個 溫度這麼低 你也知道 當海洋沒有結冰的話 它絕對不會低於 零下一度兩度 對不對 所以就是告訴我們 不要 上面會更冷 我們的觀念要改變 什麼誰離了誰就不能活 魚離了水都能活 對啊 而且 誰離了誰不能活 你看的時候 以為是像海草還是果凍 拿了以後發現 真的 這個水跟魚離開了 這些水中生物離開 它照樣活 而且上面的溫度更低 我們這上面溫度 是零下20度 然後它居然不但活 而且拿在手上 還在呼吸 還在蠕動 而且完全沒有那種 奄奄一息的感覺 等於說只要海水在漲潮 它就又被帶回到海裡面 是 是 是 那這種就是它比 我們講一般看到的 像水母那些 它的生命力還要強十倍 所以其實它身上大概百分之 97都是水 都是水分 那水母也是類似水 鹽 蛋白質 可是它居然它的生命力 比水母還強 水母你兜到岸邊 我們就知道 接著就即將變成海蛇皮 對不對 可是它不會 它裡面這種保濕效果 可能又可以幫美人來做個面膜 別 別 海峭面膜 別 別因為這樣子糟蹋了一個魚 是 是 是 但是它的保濕效果這麼強 它全部把水分 97% 身體的水分鎖在裡面 所以它身體繼續在運行 而且我去看它的時候 已經 我想它在那邊搞不好 已經待了很久了 是 是 是 可是居然能夠這樣好好的活著 活著 生命力好強 所以問一下 那陸地上聽說生命力很強的 吳老師 是螳螂 其實昆蟲我覺得生命力都很強 因為你們有看過 你們知道螳螂交配 有時候母的會把公的吃掉 這個事情你知道嗎 那我看過最厲害的是 那隻公的過來 那隻公的知道 這是最後一次就要死了 他也還來嗎 我們不確定他知不知道 因為沒有訪問過他 所以 但是他們還是為了後代 他們願意去做這樣的事情 而且還沒有結束 就開始吃 對對對 我有看過那個公的靠近母 然後母的可能餓了吧 就先吃 然後他不只吃頭 他把那隻公的就是吃完 上半身 然後那隻公的下半身 走路去跟母的交配 然後交配還可以維持快24小時 所以是幾乎接近異形的那種 就是生命力這樣 對 就是這隻公螳螂 對 已經只剩下半身了 他還繼續 其實這個原因 到底為什麼要吃很多說法 但也有說 也許公的頭部裡面 有抑制射精的東西 所以他把它吃掉 會受精更順利 對 但是其實都 也有說他是餓了 但是這種生命力是很驚人的 那我今天有帶一隻螳螂阿嬤來 他給我多久 差不多我們就是一年一世代 所以春天會開始有一些小螳螂 那我這隻是從春天抓到就養 然後到現在是幾乎是春初了 所以他已經是很老 對 但他們 所以他一輩子沒有遇過黃雀 對 這一隻是我從小就養的 那要餵牠吃什麼呢 牠吃活的昆蟲 螳螂就是牠專門 因為牠眼睛好像外星人在搜尋 可是像我養過小螳螂 螳螂跟蚱蚱一樣嗎 不一樣 蚱蚱是什麼 就是一種蚱蚱 小的蚱蚱 蚱蚱蚱 是你講尖頭的嘛 那種小小的 因為我小時候得去抓蚱蚱 對 然後回來爺爺養那個化眉鳥 對 牠吃蚱蚱 對牠吃蚱蚱 蚱蚱比較小 對不一樣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也是綠綠的 對對對 因為這是阿嬤的 我把牠拿一下 牠昨天生命力還好一點 那今天就有一點慢慢 但我怕牠站不好 這樣子 對 那螳螂我們看牠頭真的很像外星人 牠整個倒三角 然後牠的鐮刀是牠的武器 對 那牠們為什麼可以沒有頭 還可以走路 還可以交配 是因為其實很多昆蟲是不只一個腦袋 這邊有一個 然後腹部有一個 所以我們沒有頭 人沒有頭就是死 那牠們沒有頭 還可以用下面的神經節去控制牠的動作 那牠有感覺嗎 牠有感覺阿 螳螂很厲害喔 像我之前在幫螳螂拍攝影片的時候 牠們有耳朵 可以去躲避蝙蝠 然後我那時候在拍牠的時候 牠本來在大吃牠的蟋蟀 然後牠們很厲害 牠那麼小隻 牠如果吃蟋蟀 像我就想要測試牠 然後我就拿一個夾子去搶牠的東西 然後跟牠搶 牠完全就是 牠不但沒有頭 然後牠跟我就在那邊搶牠吃了 所以牠就是很想吃 然後在吃的時候 我的 我就突然拍到牠發現 牠突然轉頭看我 然後看了我過半秒之後 我的手機響了 就是牠們可以去感測一些 像牠也聽到超音波 對 然後電磁波 我不知道牠到底是去感測到什麼東西 因為我那個影片剛好拍下來 就是那個半秒的差 那牠可以感受到 我對牠一點敵意都沒有嗎 因為牠老了沒有關係 所以 但是我們如果 像我們如果是平常在野外 像小朋友的看到螳螂 我們不要這樣抓 因為如果牠是很有活力的 螳螂就是腰很細 所以牠轉頭 牠就可以用這個鐮刀就可以整個抓 會很痛 然後牠啃也非常 你看牠啃那個蟋蟀的頭 對 兩三下就開花了 所以就不要抓牠 所以應該怎麼 可以讓牠走路在我們手上 就是如果是 就是你平常你放在前面 你不要去嚇到牠 牠會把你的手當樹枝 牠不會沒事攻擊樹枝這樣 那真的是黃雀愛吃牠嗎 對啊 各種 因為牠其實肚子肥肥的很營養 所以有很多的 鳥類 對 都會去吃牠這樣子 對 OK 好 休息一下待會回來 好 講到這個生存 有時候得要遮掩一下 對不對 所以有些變色的樣子的一個 自我防衛的機制 可是除了變色之外 變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這會不會變太多了 變色不奇怪 變色你知道 要變到神形兼備 那才厲害 我們一般講說 昆蟲泥太變色 通常講動物變 跟附近環境相關 其實一種植物非常厲害 在中南美安地斯山附近 這個叫什麼 叫喉蘭花 喉蘭花 你可以看猴子 猴子的形象 你如果說不看外面的造型 你遠遠看 我剛才講說神形兼備 你看最旁邊這個白色的有沒有 白色的 這是蘭花 蘭花 蘭花 他整個把猴子那個吃牙獵嘴 那個挑皮搗蛋那個形狀 整個表演出來 好像 這是蘭花 我當時在看這個書 我覺得 這是真的有這種植物嗎 後來查真的是有這種植物 叫喉蘭花 我補充一下 我這次春節的時候 到淡露島去 淡露島安藤中雄的那個 相關的植物園裡面 就看到了這種蘭花 長得跟猴子一模一樣 真的一樣 它其實現在台灣也有 現在全世界各國 因為這個太新奇 太新奇 引進 對 引進過來了 那這猴蘭花你可以看 它那個吃牙獵嘴 它斜得多像 對啊 有像 然後你看中間這個 中間這個是模仿什麼 像老猴子一樣老狗 對 真的很像 下一年的那個猴年的燈會 根本不要亂搞 全部種這個蘭花就好了 中間那隻最好 而且它你看 它有時候在一隻樹上 它好幾朵 你一眼看去就猴子 猴群 猴群 對 成群絕對過來 它其實有很多 包括那個影片 照片傳出來 每一朵蘭花長得都像 像